五月一天可以all in嗎? 可以 五月一天的行情呢 絕對絕對會非常的大 你絕對可以all in 可是呢 也有相對一個變數 變數的原因在哪裡呢?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財經即時投 我是Doris 讓我們歡迎林宏傑分析師大林哥好 哈囉早安 Doris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那廢了他突然放出歌聲 我可以all in了嗎? 欸對 你可以先all in 然後呢 到了月底的時候 五月底的時候 可能會被毆打喔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其實K棒你知道嗎? K棒就是代表這個市場行情 對他的期待 對 不只是過去而已喔 因為我們K棒是已經完成的東西嘛 他只是現在而已 可是呢 他其實有暗示未來 對這個市場行情的一個期許喔 原來是 對 因為你看不懂我看得懂 所以我就找大林哥 大家也來找大林哥 對沒錯 我們上禮拜不是有唱一首歌嗎? 是 你是我的眼 對沒錯 還記得怎麼唱嗎? 你是我 看著鏡頭 對 不要再會害羞 現在不用了 老師我們繼續 OK好 為什麼會說 Doris說all in 沒錯 現在這個時間點可以all in 可是一不小心呢 你可能就會被市場毆打 所以現在也不是好買點 沒有啦 買點 anytime都是好買點 重點是你要跑得快 好 你的腿要像大林哥一樣長 不要像Doris一樣那麼短 好 為什麼呢? 這個是大盤的月K棒 對 多久跑一根 30天 對 這是一個月嘛 對 一個月就跑一根 對 那代表說他是不是對未來一個月的行情的期許 沒錯 所以這個K棒呢 我們現在是5月嘛 對 4月才剛結束 是的 這個K棒呢 我剛剛說過 不是每一根K呢 他都具有那種像這種 大林哥這種先制的這種 領先預告意味 可是呢 他偶爾會出現一兩根 那我要怎麼看 用眼睛看 來 來 來 看看那個黃圈圈 是 有沒有看到 有 大林哥圈了三個圈 是的 那個左上角的字是叫什麼 怎麼唸 有一種K叫做壓縮K 對 是 看得懂國式嘛 是 壓縮的意思 知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擠壓 對 就是擠壓 擠壓的話代表說 是不是行情 因為我們K棒是不是 你看得出來就是開跟收嘛 對不對 是 看不到收 是 那你看他跑了一個月之後 如果那個行情呢 那一整個月行情 他是出現所謂的壓縮的這種行情的時候 就是黃圈圈圈的地方 是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的行情會怎麼樣 大漲 大漲或是大跌啦 就是波動很大 是 其實這跟皮球一樣 你皮球把它壓縮之後呢 是 會怎麼樣 會彈回來 會大彈 對 他可能彈上會彈下 是 我們不管 但是至少我們至少很有把握 5月的行情會怎麼樣 大漲 或大跌 對 你只有講對一個字啊 就是大而已 哈哈哈哈 是 就是波動很大 嗯嗯 尤其你看那個4月的K 對 其實跟前面 第二中間那個白色的一樣 嗯 是不是極度壓縮 有 意思是說其實你越壓縮呢 後面的波動行情就越大 是 是 那我們先不管方向是哪邊 好 所以我們心中已經有個底了 5月的行情大還是小 大 很大 沒錯 對 那所以呢 重點 你剛剛一開始不是說 要不要all in 對啊 要all in嘛 要 因為行情很大嘛 對 對不對 對 既然行情很大 我們當然要all in啊 是 可是呢 剛不是說嗎 我們只知道說這個行情波動很大 沒錯 可是上還是下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所以呢 你可以all in 可是呢 那是不是要跑 一不對勁的時候就要怎麼樣 就要跑 就要趕快跑 是 如果你不跑的話就會怎麼樣 就會被壓在裡面 而不是 就會被我all in 啊 你懂得知道嗎 懂啊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說你要all in 我說可以 你可以all in 可是呢 你要小心 不要被市場all in 好 沒問題 所以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哦 是 今天如果你all in做多 沒關係 可是 你做多的話 行情該怎麼樣 大漲特漲 是 因為我說過嘛 他是被壓縮 有 所以你all in做多呢 照說你的價格應該大漲特漲才對 是 如果你all in了 結果他沒有漲 嗯 就怎麼樣 要趕快跑 對沒錯 那可以來找你嗎 當然可以來找我啊 你可以加我的nline 好 不要加他nline 好 對 當然要你要賣股票也是一樣 如果你往下賣 是 這個價格呢 如果很快的跌 代表說你賣對還是賣錯 賣錯 賣對啦 因為很大嘛 行情很大嘛 如果你一賣價格就跌 代表你賣對了 哦 如果你一賣 他價格不跌 狂漲 那就賣錯 對那這招要幹嘛 要怎麼樣 再買回來 對 你越來越聰明了 是 真的跟聰明的大林哥在一起 老師教得好 對老師教得好 沒錯 對對對 現在聽得懂 壓縮K 後面的教育策略是什麼嗎 聽得懂了 OK好 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快點加入大林哥 Light還有Telegram 還有另外要記得分享老師的個人頻道 大家好 踩進去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這也是 청記不懂的 撫進去年20度 打電話 我非常喜歡 您的聲音 是 吻 你 感谢观看